这个国庆假期 恒电影视城热闹非凡 不仅游客络绎不绝 还有80多个剧组 上万名影视工作人员 在抢时间赶进度 争取保质保量完成拍摄任务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去恒电的各大片场 看看他们忙碌的身影 在恒电影视城江南水乡影视拍摄基地 文湘探案录剧组正紧张拍摄外景戏 导演王凯介绍 国庆期间剧组每天有 14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片场 这个戏它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案发现场 需要追逐 还有比如说昨天晚上 我们就在这儿有跳河的戏 有在船上跳船的戏 但是我们这个剧组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作热情都非常的好 我觉得对于我们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说的话 可能对于假期这个概念是 比大家要薄弱一点的 可能不管是下雨 刮风 周末 节假日 基本上都是保持在同一个工作强度 国庆期间恒电的气温居高不下 由于文湘探案录的剧情发生在秋冬时节 演员们每天穿着后戏服在现场拍摄 但是大家的创作热情不减 因为剧组的工作节奏都是比较的紧张 就是大家都创作都是要争分夺妙 在十一这段时间我会拍我最重的重场戏 包括我自己在法庭上 然后和别人辩论的一场戏 还有我自己作为一个魔术师 在魔术师的舞台上出场的一个出场戏 恒电也很热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赢着这样的热浪 反而让我们热情更加高涨 在电影版《神雕侠侣》拍摄现场 导演林真昭正在为演员讲戏 由于电影有大量动作戏 目前剧组分成两个组拍摄 工作人员达三百多人 它是包含了很多的文戏和武戏 尤其它是个武侠片 大量的动作戏是我们这部戏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设置难度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能够计划内 去完成我们的工作的话 目前分成了两个组 偶尔会分成三个组 尽量能在我们的一个计划的 一个周期内完成这部戏 他整理是一个来的 一 二 棒 怎么这么厉害